五都選舉 藍綠大戰分天下 捉對以廝殺 晉升肉博超激鬥 9月13號起 中天官網直播平台 五都群俠Online 暴重播出 張馨宇主持 伺服器全面加開 韓國人氣女子團體 少女時代 在台灣短短兩天演唱會 賺進了台幣8千萬 今天下午我們看到團員們賺飽了 要搭機離境 心情好得不得了 現場還有超過500名的粉絲 為他們陷入瘋狂 尖叫尖叫 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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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時代前腳剛下保母車 在機場內的粉絲早就按耐不住 興奮之情 大喊 我愛你 小心 小心 後面 後面 小心 結束兩天小巨蛋演唱會 少女時代一身輕便打扮 露出修長眉腿 熱情和粉絲打招呼 心情似乎沒有受到對嘴事件的影響 這款粉絲太瘋狂 韓國保全台灣 航警假起層層警力 嚴陣以待 圍成人牆 即便到了最新的最後一天 歌迷們的相機海報 還是通通出爐 甚至秀出I'm here的自拍 就是希望少女時代看我一眼吧 對不起 對不起 出來大哥 有少女時代的地方就有尖叫聲 這趟台灣型不僅讓少女時代兩天演唱會 吸金台幣八千萬元 這股寒流也讓台灣歌迷大呼過癮 中新聞簡正封高費用桃園採訪報導